莫少,夫人他又走了 作者,围城 演播,田小莫 莫生 休暑 第359集 小静低一时间把宋冉最近的状态报告给了莫千行 莫千行听到 宋冉最近在查以前宋家二伯的时候 有了一丝好奇 宋二伯 我记得宋冉家里面有一个坐牢的 就是这个二伯吧 莫千行的记忆力还真是太好了 这都是多长时间以前的人物还有事 他竟然还能记得 小静点点头 证明莫千行说得对 紧接着把自己私底下 被着宋冉收集的材料给莫千行看 这个所谓的宋家二伯 在宋冉家还辉煌的时候 就和宋冉的父亲不和睦 是一个见钱眼开的老男人 在宋氏集团快倒闭的时候 还想着去向别的公司倒戈 但最后不知犯了什么事 被监狱判了无期徒刑 但奇怪的是 两年前 他又被陌生人保释出来 从监狱里出来以后 这宋二伯就再也没有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 他去查了这个人 但没有任何消息显示他在哪 莫千行觉得 小静这边的功课做得还可以 但现在依旧疑顶重重 一个宋家的亲戚 显示不知道为什么进了监狱 说是无期徒刑 但最后又被放出来 最后就人间蒸发了 莫千行觉得 宋二伯这人身上 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所以才会被人刻意地创造了这一切 来保护他的人身安全 大体情况我已经了解了 虽然还不知道宋染 为什么突然去查他二伯 但是小静 你一定要保证 宋染的人身安全 小静点点头 看了看时间 便悄悄地离开了莫千行的办公室 莫千行不禁陷入深思 为什么宋染 一次两次甚至于三次到了现在 自己做什么事都不告诉他 这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呢 还是说明 宋染根本不喜欢自己 只是为了自己的母亲 才留在自己身边 这种想法 使得莫千行的心情变得烦躁 他明确地知道 自己这五年是怎么过来的 莫千行自己心心念念 要回来报仇 但是在看见宋染这可怜样子时 一切的计划都变了 宋氏集团已经在他手里 但他还并不知足 他要让宋染一辈子都待在他的身边 为自己的父母赎罪 时间长了以后 他发现宋染的身上 自己又找到了五年前那种感觉 是久违的心跳感 为了让自己集中注意力 莫千行把设计部的人 召集起来开会 这次在场的不只是几个熟面孔 还有几个莫千行觉得没见过的人 他眼神一扫而过 然后看向思慕 介绍一下你的团队吧 思慕露出标准的八颗牙 微笑地说道 莫总 我正有事要向你汇报 莫千行觉得 思慕这个状态有点打击些 为了不打击他积极工作的热情 他只好忍住了想毒蛇的嘴 点点头 示意他继续说下去 莫云能不能借我用几天啊 设计部真的快要忙不过来了 莫总 我看你那么悠闲 也用不到什么助理啥的 但是我不一样啊 我现在最需要人手 这对莫千行来说并没有什么 只是莫云 算是自己最得力的手下 自己独当一面都没问题 现在要把他交给思慕的话 莫千行还真的有点不放心 不过自己最近并没有很需要沐云 所以最后还是答应了思慕 思慕听见莫千行 同意把沐云派过来 给他的项目助力时 整个人都要高兴死了 本来还以为 莫千行会不舍得 会议室的其他人 得知自己所在的项目 不知有思慕这个交际能手 还有一个最强沐云时 心里也暗自高兴 谢谢莫总抬举我 莫总 我太爱你了 周围人 哪看过这种 投怀送抱的场景啊 特别是思慕对莫千行 却在大家眼珠子 都快长到他们两个人身上时 莫千行毫不留情地 推开思慕 这个要向前 靠近他的大脸盘子 潇洒离场以后 只剩思慕一个人 在原地尴尬地笑了笑 为了缓和气愤 他说道 虽然莫总走了 但是会还是要开的 好了 咱们接着昨天下午做的那个方案继续说 这两天 莫云就应该会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了 大家听见莫云要加入以后 感觉身上又充满了干劲 思慕也在心里暗自忌惮 莫云是下午快下班的时候 去了莫千行的办公室 才知道 自己将去思慕的设计项目工作 莫千行抬头看着他说 如果你不想去 我就帮你拒绝 你随便 没有 我愿意跟进思慕这个设计项目 可是我想的是 莫总 你这边我就顾不上了 你看 我再给你配个秘书吧 莫云有点试探的意思 说完就看下莫千行 莫千行对这些工作上需要的人 并没有什么意见 莫氏集团不招闲人 你看着给办就行了 思慕那边还要麻烦你费心了 莫云觉得 怕自己两头跑会忽略莫千行的行程 或者生活上的问题 为了保险起见 还是给莫千行身边配了个人 自己从莫千行的办公室出来以后 给秘书组的组长打了电话 喂 我是莫云 通知秘书组的所有人 十分钟以后 到六楼最大的会议室集合 秘书组的组长收到通知以后 就带着所有的秘书前往六楼 莫云看见面前这二三十个人 直接从综合成绩 还有业务能力中 选取各方面表现比较好的敏锐 其他人原地解散以后 莫云带着敏锐 赶往莫千行的办公室 在电梯里时告诉敏锐 从明天开始 你就暂时代理莫总的秘书 盛期期间不许请假 不都有工作上的任何事物 有解决不了的情况及时跟我联系 平时没什么事实 就整理最近公司几年的风险评估 我一周后要看 莫云一口气说完这些话 正好电梯门也开了 敏锐就这样来到莫千行的办公室 很不幸的是 莫千行并不在里面 莫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奇怪 继续带着他熟悉办公室周围的环境 还讲解了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 本集播讲完毕 再见